大家好 欢迎大家学习计算机程序设计这门课程 我们这门课程的名字叫计算机程序设计 那我们就从什么是计算机程序开始 计算机程序是用计算机语言编写的 能够完成一定功能的指令区别 或者说是命令区别 我们说的程序一般指的就是计算机程序 这里面有四个要点 一是呢它是一些指令 第二呢这些指令呢是有顺序的 第三执行这些有顺序的指令能够完成一定的功能 第四它是用计算机语言编写的 那我们还要解释一下什么是计算机语言 大家知道自然语言 比方说汉语 英语 俄语 法语 西班牙语等 自然语言是一些发音符号 及使用规则的集合 计算机语言与自然语言也是类似的 只不过计算机语言是计算机能够实际的指令 积极使用规则的集合 自然语言有很多种 我们要说话就需要使用某种语言来说 计算机语言也有很多种 我们要编写计算机程序 就需要使用某种计算机语言 我们这种课程使用的计算机语言 叫做C++ C++是一种历史悠久的语言 1983年诞生于贝尔实验室 在最新的流行度排行榜中 它名列第三 排在前四位的常常是C Java C++和Objective C C++兼容了C语言 也就是说用C语言编写的程序 在C++的编语环境下 可以不需要修改 就能够进行编译执行 C++是面向对象的语言 这个呢是与C语言不同的 C++是可以编写一些系统的程序 当然也可以编写应用程序 学习C++ 有助于理解计算机的工作过程 深入理解计算机的原理 和一些基本的概念 C++有不同的标准 也就是不同的版本 不同版本的C++的规则 稍有不同 一般是新版本 兼容老版本的 尽管新版本有些地方使用下来 会更加方便 但是各行各业 都有一些老版本的C++程序 一些编写器 一些编写器 也只是老版本的 所以我们学习标准的C++ 仍然是有必要的 也是基本功 我们说的标准的C++ 指的是C++98 这样一个标准 C++在科学计算 数据库程序 网络程序 自动控制 和通信管理方面 有多广泛的应用 知道了什么是计算机程序 程序设计 就好解释了 它是产生 或者是编写设计 求解问题的程序的过程 也就是我们这门课程 要学习的 为什么要学习程序设计呢 可以说 现在的计算机 已经无所不能了 小到智能手机 智能手表 智慧家居 大到智能农业 智慧城市 太空探索 所有这些应用 计算机 以及相关的设备 是它的基础 软件 才是它的灵魂 离开的软件 这些呢 也都变成了僵尸 那么软件的核心是什么呢 那就是计算机程序 尽管 我们已经有 很多软件了 但是这些软件 仍然不能够满足 我们的需求 我们编写的程序 不但要是正确的程序 还要是好的程序 包括 可读性好 易于理解 节省空间 节省时间 可靠性高 易于维护 等等 关于如何学习 计算机程序设计 我们也给大家几条建议 学习的方法 有两条 一是语法要熟 对于我们学习英语来说 没有一定的词汇量 我们就不知道要说什么 我们不懂语法 就不知道怎么说 对于程序设计来讲 知道不难 可以通过听讲 阅读药材 对语法点 上去试一试 就能够解决 第二条 就是多练 技巧 经验 甚至对语法的掌握 都是通过多练 得来的 我们可以模仿立题 读别人的程序 做习题 总之 就是多写程序 我们学会的程序 不但要会 还要熟 当同学们 编程觉得困难的时候 就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 一个是算法 我们要学会写算法 就是要能够清楚地描述 做事情的步骤 第二个 就是调试 我们要学会调试 同学们常常遇到的问题 是明明知道 程序是错误的 就是不知道 错在哪了 火足不全 我们学会了调试 这些问题 就会迎刃而解 我们还有一条 学习的捷径 那就是问 我们希望大家 动脑筋 独立思考 但是呢 当你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问 是学习的捷径 可以问老师 问同学 问网络 还可以编一个小程序 上机试一试 大家要有信心 下一点功夫 讲一点方法 成绩设计 就能够学好 祝大家学习愉快 来自家的捷径 计则 这些捷径